大家好,2018年,股市不振,A股不振,港股不振,连经济相对属于上升期的美国股票,也不振,大家嘲笑各类基金,当然,自嘲更多,我们还记得2015年的全面杠杆牛市,数一数,三年了,太绿色了,该动动了。 从经验角度,大致而言,中国股市周期是小牛,三年一次,大牛六年一次,这个规律的统计基础确实太薄弱,毕竟一共才30年嘛,但是,值得参考,因此,2019年,不要太悲观,乐观一点。 从周期角度,大致而言,要考虑投资时钟和行业景气轮动,炒股票看轮动,炒行业,炒大势,也是如此。 美林时钟计算了1970到2004年,年内国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行业表现,发现当经济周期在有繁荣的萧条不断变换时, 不同类型的资产和行业的收益一次,又超过大势的表现,这个经验,很重要,从世界角度,大致而言,要看到悲观时期的亮点,压抑世界的反转,抹黑作局的澄清,来换是杂牌,拿质押书史,拿摩擦字尾,真不可取,2018年已经积攒了足够多不好的信息。 这是赛翁诗马,安真不是2019的福气。 总结这三点,结合下全球利率趋势,我建议大家,战略性看多2019,战术性看多一个行业。 第一,中国国债收益率趋势,还将缓慢下沉,我不想写很长,贴图表,摘数据,大家信我就行了, 将息是个选项,将准硬OK,将MALF利率也可以,方式方法不重要,我经济,需要金融出手,需要货币政策帮忙。 好了,利率只要往下走一点,整体股市估值,理论上应该涨一点,涨多少? 不知道。 第二,美国明年加息次数,将从次次跌回到两次,也许只有一次。 美联储主席说,中信利率到了,美联储副主席说,加息还要继续,我估计认为美国央行内部有矛盾, 但还是相信前者的力量和判断更重要一些,美国不加息,有利于美国经济、股市,有利于港股,也有利于A股。 第三,欧洲利率也升不去了,原来以为欧洲也差不多该缩掉退债,逐步加息,结果美国先跑了,欧洲没有理由让自己一个人扛着。 而且英国脱欧,边界要加海关了,对彼此伤害都很大,欧洲的量化宽松,还要维持一段,或者说明年的加息节奏,也不要多想了。 不加息,当然是好事。 第四,日本就不说了,绝对宽松到底,不动。 总结下,全球利率水平,明年的情况,比几个月前预想的要宽松,利率越贵。 大家买股票的动力越弱,这个道理毫无疑问。 假如银行理财涨到期了,谁还买股票,前者是无风险利率,后者是不好说,有风险。 VAR一算,八十吧,股市流动性全跑了,因此,股民应该欢迎低利率。 这是战略性看多股市的一点道理,至于战略性看多哪个行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